女人一生该坚持的十件事 第一件事 保持单身力 作家美亚曾说 单身力是指即使结了婚 有了三半一生的伴侣 仍然保持着单身的能力 简单点说 就是女人无论在任何时候 都要有自己的社交圈 有自己的稳定收入 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 就算有一天要不得已离开对方 也可以过得很好的一种能力 是啊 女人的单身力 就是在婚姻中最高级的魅力 可以收房自如 可以想年就年 想独立就独立 有了单身力 余生才能活得洒脱随性点 第二件事 别太在乎别人的评价 有句话说 人活一世难调悠悠之口 懂你的不需要你解释 不懂你的再解释也没用 是啊 有时候我们常常难过 就是因为太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 把过多的注意力 放在了不该关注的负面事情上 哲学皇帝马克奥勒留 曾经这样写过 专注于建设好自己的精神世界 取消关注他人心境的阴晴学育 才会更加接近与幸福 人真正的自信 就是从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开始的 所以呀 余生别太在乎别人 多在乎在乎自己吧 第三件事 坚持一项爱好 编剧的艺术中 有这样一句话 每个人都需要一条 释放其天生创造力的途径 你不知道你的爱好 最终会把你引向何方 言外之意就是说 爱好对你的人生 有无限的可能 坚持写作 坚持阅读 坚持练书法 或者说坚持研究一种职务 都有可能让你成为该领域的专家 努力提升自己 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其实也不是急功近利的坚持爱好 只是说有了一项兴趣爱好 至少能在荒漠枯燥的社会中 得到一些适时快乐的享受 有爱好 人生才充实 第四件事 先爱自己 再爱他人 女生总是在爱情里 付出最多的那一个 可到头来 伤害也最深 对一个人好 没有错 但你一定要懂得 教学会收起一部分真心留给自己 适当拿出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不过度忍让 不过度委屈自己 只有这样 才能被人看得更重 亲爱的 你一定要知道 先爱自己 把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之后 你才能遇到更加优秀的人 第五件事 不讨好 不依赖 笑的时候经常被人说 你要对别人好 别人才会对你好 后来 渐渐养成了讨好型的人格 可到头来才发现 生活的真相 远比你认为的海药残酷 你的讨好换来的事变本加厉 你的依赖换来的事 没有把你当回事 其实 女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 不亏待每一份热情 不讨好任何的冷漠 时时刻刻 都能做到一个 独立自主的强大女人 第六件事 护肤变美 不得不承认的是呀 年龄对女性 还是很残忍的 但聪明的女性 都应该明白 随着当代年轻人 审美的提高 任何一个优雅 让人看着舒服的女性 都兼具了干净 整洁 浑身都能散发火力的特质 没人喜欢邋遢 也没人喜欢上班 盯着大油头 所以还是希望你 在有充盈的时候 多爱自己 坚持基础的护肤 坚持锻炼健身 买舒适合适的衣服 让自己变得美美的 心情才会变得美美的 但是别搞混了 女性变美的目的 她并不是为了取悦他人 而是取悦自己 第七件事 懂得及时止损 无论爱情 还是生活 还是工作 选错了方向 就应该及时调转方向 及时止损 别跟自己过不去 人这一生啊 总要遇到各种各样的挫败 学会及时止损 是很重要的 止损尽管会有遗憾 却是短暂的 有句话说 长痛不如短痛 就是这个道理 有时候 及时止损 是为了给自己一个 却出逢生的机会 有时候 则是转向了 更加广阔的人生 聪明的女人都知道 要活得像水 前方走不通 就转流 不要活得像石头 撞到地面 碎成了石渣 第八件事 每天运动半小时 有句话说 先有好身体 才有好生活 还有句老话说 身体是革命的奔钱 现在的年轻人啊 经常为了工作 加班加点的忙 身体早已呈现出 压健康的状态 有的人 回家也是摊在沙发上 看看手机 刷刷新闻 可是 这一时的爽快 并不能给你带来 实质性的好处 你现在 为舒适偷得懒 将来就会为身体 多施一份压 不如趁这段时间 坚持运动半个小时 一个星期下来 你就会发现 无论是身体和精神 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整个人都看起来 神清气爽 毕竟 运动和不运动的人生 真的是不一样的 第九件事 不要把时间 浪费在垃圾事上 人这一生 总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人 有善人 就会有垃圾人 人这一生 也总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好事 也就会有垃圾事 但时间是固定公平的 更是宝贵的 遇到垃圾人 或者垃圾事的时候 千万不要纠缠 纠缠了 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 还惹得一身晦气 你要知道 有些人 注定是不对平的 有些事 注定是不对心的 与其纠缠浪费 不如激早终结 来成就另一种精彩人生 第十件事 对未来有期待 人最怕的 就是失去希望 人最幸福的 就是对未来 有所期待 只有对未来有希望 才愿意去扩展 更加精彩的人生 无欲 无求 随波逐流 都是你早早 向人生做的妥协 似乎不再抱有期待 可过了好久 才明白 当初的没有期待 当初的不努力 才是导致现在 碌碌无为的 罪魁祸首 这人呢 还是要有期待 这日子 才有盼头 只要我们不忘 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 就一定能拥有一个 风银的人生 加油呀 亲爱的姑娘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